经济起飞的大陆诞生了大量的中产阶级 数量甚至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当收入逐年成长时 对医疗的需求也逐渐提升 那随着这个整个社会风气上来经济上来以后 大家就会开始着动医学美容甚至整形这块 它是属于一个朝阳产业 就是现在其实还是在蓬勃发展 尤其在大陆 曾经不少大陆爱美女性 愿意坐几个小时飞机 到宝岛旅游兼微整形 但市场动向开始转变 大陆微整形市场在短短几年内倍速起飞 整形商机冲到破罩台币 台湾医美诊所开始西境 医师在两岸之间来来回回 台湾医师的巧手与技术 已深获大陆人肯定 那你如果自己的技术不行 服务没办法得到满意的话 那一样有可能会被市场所淘汰 现在的医美行业 其实也就是一个服务业 不止医美 基层医疗也在向台湾医生招手 深圳大街上 有一间装潢新颖的诊所刚刚开张 三层楼的格局 面积足足有180平 病人几乎都受台湾医师看诊 吸引而来 尽管这里没有医保 得自费 三天份药费 药价约1000元台币 但病人仍然越来越多 这里正是中山医学院毕业的中容 转进大陆的新据点 很多的台湾医师 我很多的朋友 很多的同学 其实他们对大陆市场 是非常兴趣的 非常感兴趣 他们怕钱丢进来之后 就是不东掉到水里面去 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一直在观望 观望到现在还在观望 因为你要把台湾的东西放了来这边 发展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自己的这个内心挣扎的决定 辞去台湾工作 中容花了两个月在深圳找地段 同时理解市场行情 这个商业楼盘呢 现在算起来大概差不多2000户 这一瓶多少钱呢 折合台币一瓶将近100 也就是说买30瓶 要3000万 这边的人口数啊 这样算起来 大概差不多有2万人 如果以台湾的密度来讲 这边至少10来一家跑不掉了 可是你看刚才从那边到现在 你看不到半家 除了我们那一家之外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医疗的机构存在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他们 现在在基层医疗上面的普及性 并还没有那么广泛 这个也就是我刚才说 招牙行业一个很大的因素 整个深圳的人口 保守估计就有2600万 比台湾总人口数还多 但公司立医疗院所加起来 不超过2500家 密度和台湾差距甚远 对基层医疗的需求还很庞大 台湾完整的医疗训练和服务态度 目前仍是大陆参考的标杆 中荣在壮年阶段离乡背井 砸下1500万台币重金装潢 甚至和房东签下10年租约 未来随着大陆医疗需求增加 像中荣一样稀进的医师 可能还会越来越多 我觉得未来的10年甚至于20年 这个中国大陆的发展是不可限量 对 这个还是其实是我们会过来最大的原因 对